东南水泥旧厂拆除工程 发生了严重公安意外 现在就被起底了 酿货的包商才在去年11月底 拆除作业时 造成了喷雾塔倒塌 当时怪手驾驶遭埋枉死 一度被勒令停工 没想到复工之后再度发生了意外 还压垮了电塔 导致高铁书运大乱 东南水泥厂董事长陈敏段为此出面 短短一分钟他两度鞠躬之前 造成了搭乘返乡旅客的不便 本公司深感12万分的签议 脸色凝重深夜召开记者会 东南水泥董事长陈敏段 率领主管鞠躬致歉 本公司会督促承包厂商 共同努力请一来配合 这次向各位社会大众致歉 短短一分钟两度90度鞠躬 一旁深蓝色上衣的 就是这次出包的承包商公司主管 才在去年拆除作业中 酿出死亡公安意外 这回又出事 去年11月30号 拆除过程旁边盆屋塔倒塌 造成怪手驾驶遭活埋亡死 劳工局勒令停工 没想到相关检讨后提复工计划 又有高塔倒了 这次波及双铁遭痛打乱 高塔倒下瞬间扬起尘土造成空污 包商先知500万罚单 东南水泥在地老字号 过去曾发生工人进行水泥槽清洁时 不申被埋 惊险抢救后脱困 也曾在两年内被抓到环境污染21次 引来周边居民失声抗疫 如今短短半年拆除旧厂工程 连两次倒塌意外再度被关注 跟公司演绎 那到底要服起多大的责任 还有一些社会责任 工程委外包商难辞其咎 也损及东南水泥行上 记者综合报导